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《九窝放物语》,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求神拜佛有用吗?关键看你求的是什么? 求神拜佛有用吗?关键看你求的是什么?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人们常常会感到无力和迷茫,有些人会选择求神拜佛来寻求心灵的慰藉和职业,而有些人则认为这些都只是无意义的仪式罢了,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帮助,那么,求神拜佛真的有用吗?关键在于你求的是什么? 首先,我们需要明确求神拜佛并不是一种对于超自然力量的迷信,而是一种传统文化和信仰方式,一个人寻求心灵慰藉和指引的一种方式,对于信仰的东西,众说纷纭,在不同人的眼里,不同信仰的效果不尽相同,但是不管求的是谁,在心态平和的前提下,求神拜佛也绝不会带来负面的影响,但是用在歪道上就不一定了。 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除狗,贪官心计,以拜神为稻草,贪乃三独日之首,为观者犹应甚之,比如某些贪官整天烧香拜佛,想保佑其罪行不被发现,侥幸过关,这不仅是对佛教的无知,更是对佛和菩萨的亵渎。 自然不能打起所愿,求神拜佛,神佛能保佑贪官吗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,但是非经过不可断其真伪,在部分贪官的事件里面,部分是被证明了的。 有这样一段子,某人向半仙问财,看有钱无钱,半仙写了性命二字,让其挑选,该君私子,还是命比较重要便选了命字,半仙马上说,此人难以富贵,理由是有钱任性,没钱任命。 而笃性,鬼神,倒不是因为谬论当道,而是因为机缘巧合。也许有贪官认为,求神拜佛鼎用没有被证明。 也没有被证明,可怜夜半须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,在没有被抓进橘子里去之前,至少说明求神拜佛是无害的,既然无害,甚至于冥冥之中可能得了神灵相助,磕头跪拜也是无妨的。 而一旦身陷高墙之内,大事也好,神灵也罢,连同本人都只能妄强心探了。 根据常识判断,官员大都市无神论者,无神论者昼夜拜佛,实则是心中有鬼,当权力的笼子愈发收紧,制度质网愈发绵密的时候,贪官将庇佑的希望寄托在虚幻的鬼神身上,本身就是走投无路下的自我麻痹。 但麻痹非救赎,神不佑贪者,正所谓,头顶三尺有神明,贪官不仁,神鬼无措。 人们求神拜佛大多是希望能够得到内心的安慰和宁静,寻找自己的灵魂归宿。 对于那些信仰佛教,道教等宗教的人来说,信仰就是他们力量的源泉,也是他们安心的保障。 一方面,信仰可以让人感到生命是有意义的,有价值的,让人在面对困境时能够减少焦虑和恐惧。 另一方面,信仰还可以引领人们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,在面对选择和决则时有所依据。 因此,对于那些追求内心平和。 同时又认为信仰是自己生命意义的人来说,求神拜佛绝对是有用的。 然而,也有人认为求神拜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,是一种假象。 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有科学、技术等更加严谨的方法,求神拜佛毫无用处。 这种观点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于宗教信仰的失望和忽视,也说明了人们对宗教已经越来越陌生。 天上不会掉线柄,真正信佛,应以实际行动践行菩萨的,而不是无知的依赖佛,投机取巧,佛不度人,为人自度,万法皆空,因果不空,唯有靠自身积善成德,广众善因。 才能真正扭转自己的命运,如《六祖谈经》所说,一切福田,不离方寸,从心而觅,感无不通。 当我们有一颗慈悲心,精进心,不用求佛,也能与佛菩萨感应道交,得到佛力加持。 有句话叫求佛不如求己,真正能救自己的不是外在的神灵,而是我们自身的善业,最厉害的风水不在别处,就在我们的慈悲心里, 烧香拜佛是为了令大众生出清净平等心,只是为了度我们的心,令心得到解脱,而不是将其神秘玄幻迷信化,善良的人,不用刻意做供养。 也罪有福德,功德在心不在乎,内心的善良,胜过一切外在功德。 但实际上,求神拜佛也有一些实际的帮助作用。 佛门有一则故事,有一人到寺院拜观音菩萨,在殿堂拜佛菩萨的时候,却看到有一个人和眼前的观音菩萨像长得一模一样,这个人很是好奇,就向前去问,您怎么和观音菩萨长得一样,您是观音菩萨吗? 那人答,是,这个人紧接着问,那您怎么自己拜自己呢? 那人答,因为求佛不如求己,这人顿时恍然大悟,虽只是一则故事,但却佛力深奥。 观音菩萨手里,也时刻拨动着念珠,时刻提醒自己,要敬畏因果,菩萨为因,众生为果,世人只知有苦求佛,却未曾反思苦,从何而来,不从根本解决,苦难不会决绝,福祸无门,为人自诏,万般皆是自作自受,要想离苦就要断恶,自己改变自己,自己救助自己,当你明了因果,业力,清净,不用求佛,也自吉人天下。 信仰不欠你什么,不要问为何不灵,不断恶修善,抱佛的大腿也无用,善良自卑,不用求佛,也自有天佑,希望大众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。 存证之正念正觉,福会增长,纳摩阿弥陀佛。 求神拜佛可以提供一些精神慰藉和心灵净化,缓解人的心理压力和内心焦虑,这些都是以往的医学研究证明过的事实,同时,在一些特殊的时刻,如失业,丧亲等人生重大事件中,求神拜佛的仪式通常会被当作一种心灵疏导的手段,并能够将低落的心情转化为积极的动力。 解决即将面临的新问题,类似的例子也不少,比如不少人在考试前求新神保佑自己交上满意的答卷,也有人在神社之前祈祷自己的婚姻能够幸福。 这些实际上都是在化解人内心的困扰和压力,帮助人们获得内心平静,有个更好的心理调试过程。 除了以上的细节外,求神拜佛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作用,那就是它能够产生自信和积极性,这种自信并非来自于神佛的庇佑,而是内心的力量觉醒,身体健康的人, 能够更加享受神佛庇佑,并且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当内心被充实起来时,人们也会变得更加自信和积极,更加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,虽然求神拜佛对于人的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影响。 但是归根到底,它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人的内在能量和动力,这些能量和动力来自于人的内心,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支撑之一,因此,只有在内心变得平静之后,人们才能拓宽自己的视野和道路。 举个简单的例子,读一百遍道家经典典籍,道德经,和跪在太上老君面前磕一万遍头,哪个更实用?显然是前者。 当然了,拜者新成这一点不可否认,是否新成则灵那就不得而知了。 作为普通人,学到学佛比单纯的求神拜佛来得更加直接一些,受益更多一些。 但是,求神拜佛的形式还是要有,那种仪式感不是学能感受到的,那是虔诚的体现,是对神佛最起码的敬畏。 但你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拜上面,也没有必要遇见就拜。 有人为了寻求心灵上的慰藉,经常去道观和寺院走动,这点不为错,但书生认为,与其去走动,不如拿出更多的时间读读两教的典籍,对心安更有用。 普通人,学到学佛,比求神拜佛重要,但不要走极端,学的目的不是不拜,不拜的原因不是因为学了。 神佛眼中,众生平等,所求是否灵验与拜多拜少无关。 当然,怎样做取决于自己? 学到佛典集中的哲学理论知识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己各个方面的能力,会让我们离成功更近一步。 最后,强调一点,学到学佛不是为了得到成仙和修成正果,而是提升自己,没走了极端。 综上所述,求神拜佛本身并没有直接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,但它确实激发了人类内部愿望和动机。 如果你因为宗教信仰而感到困惑或者茫然,那么可以通过求神拜佛的方式来寻找答案。 就像其他的宗教信仰一样,在带给人们内心慰藉的同时,也能起到指导的作用。 如果你只是单纯需要通过一种方式来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和焦虑,也可以利用宗教信仰来使自己心灵愉悦和恢复平衡。 总之,寻求心灵慰藉,寻找动力和信仰的过程是不同人都想要的。 我们可以利用其提高自己的精神状态和人生进程。 既然世界本身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难题的,我们的内心就需要有一个持续进步的发展,以应对未来人生各种挑战,达到独立意志性的愉悦。 用 в剂面做办一ежд,请困 biscuit价子已 creators Thaum Majel 我们去 RAM设论太原宗教入朗证诸位置。 我们俄里面做指导你的转弛。 接觠出你颈速度申问题的故事。 设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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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设论。